大家好,欢迎来到洋堂主故事会 古人云,山不再高有仙则名 可实际上,古代的名山大川中,并无神仙的踪影 只有土匪流寇,占山为王 借助山区复杂的地形,抢劫来往的商贩 对抗朝廷的围剿 所以,历朝历代都有通过封山,来隔断山内外的联系 从而,让这些草寇自取灭亡的习惯 至于封山的期限,通常只有几年或者几十年 然而,有一座山,从唐朝开始就被朝廷封禁 一直被封禁了一千年之久 那就是位于干、敏、浙、三省交界处的同伯山 这同伯山之所以被唐代的朝廷封禁 还要从千多年前的一场农民起义说起 冲天乡镇、透长安、满城近代黄金甲 只听过这两句诗,没了解过皇朝起义细节的人 往往会以为皇朝只是个少有诗才、粗通笔墨的文人 可实际上,他却是让唐朝国力大损 最终走向覆灭的罪魁祸首之一 唐朝末期,朝廷腐败无能,百姓深受其苦 皇朝出身延商世家,从小吃穿不愁 他本想着通过科举入世,获得更大的权势 奈何成年后屡次参加科考都名落孙山 某年,关东地区爆发严重的灾害 朝廷却强迫当地百姓缴纳租税、扶摇役 结果,广大百姓走投无路 纷纷聚集到皇朝周围,对抗朝廷压迫 多次发生武装冲突 第二年,王先知、上让等将领在河南长远一带起兵 皇朝则在山东河泽附近,率领黄奎、黄恩业等子职响应 短短6年的时间里,皇朝的大军必时就须 先后转战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等11个省份的广大地区 但凡事有利有弊,这种灵活的打法,也导致皇朝起义军 没有一个长期固定的后方根据地 缺乏经济保障与群众基础,最终难免沦为一攀散沙 其实,以皇朝的学问、见识,也明白根据地的重要性 毕竟历史上干成大事的山贼、土匪都有个一守难攻的老窝 远的不说隋末时期的瓦岗寨,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所以,当年他率兵攻打浙江江西一带时 曾短暂地将同伯山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让手下军队休养生息 而皇朝选择这座山头当大本营 主要是从三个角度去考虑的 其一,地理位置敏感 同伯山位于江西、福建、浙江三省交界地带 而当时唐朝翻阵割据的情况十分严重 各地官员是拥兵自重 完全不理会朝廷的命令 相互之间很少联系 更别说联手剿匪了 其二,是因为同伯山海拔特别高 且山中丛林茂密,能藏匿数万大军 而受伤的士兵也可以躲在这里面休养生息 恢复伤势 此外,同伯山一带着地势复杂 且山中荒无人烟 唯有盘踞山剑的起义军才熟知此地的地形 匆忙赶来的官兵闯进去后 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 几次围剿失败后,朝廷也学聪明了 他们不再硬攻 而是仿照黄忠在攻打定军山时候的计策 将同伯山团团围住 同时下令封山,严禁任何人进出山中 切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 如此一来,起义军固然被逼得突围而走 但村镇里的百姓们也遭了殃 为了生存,他们纷纷搬离此处 同伯山附近从此更为荒凉 后来皇朝兵败自杀 让众多官兵丧命于此的同伯山 也被人翻了旧账 有人上报朝廷,建议皇帝把控住同伯山 防止后人有样学样,效仿皇朝大军 钻进同伯山,跟朝廷打游击 于是皇帝颁布圣旨 命令同伯山封山,擅自进入山剑者,斩 从此同伯山与世隔绝,数百年来,即无人言 直到明朝时期,天下再次大乱 同伯山摇身一变,又成为了土匪们 起兵造反后,打卡胜地 福建爆发农民起义时,明朝军队奉命前来镇压 结果土匪们转头钻进了同伯山 他们依靠复杂的地势,在这片高山森林里 跟官兵玩起了躲猫猫 让明军体会到了被同伯山支配的痛苦 所以在这一波,土匪被成功镇压后 同伯山再度遭到封禁 这一次明朝政府长了记性 封禁的力度更大 非但不让外人进入,还派士兵在周围长期把守 明朝覆灭后 这里又成为了反清复明义士们的老窝之一 朝廷深感头疼,重新把同伯山封禁起来 在乾隆年间,朝廷还专门立了一块封禁碑 直到清朝灭亡才解禁 从唐末、皇朝起义开始,到清朝灭亡 同伯山前后断断续续被封禁了上千年的时间 放眼五千年中国历史,惨到这种地步的还真值此一家 但俗话说,塞翁施马焉之非福 同伯山被封禁了千年时间 却也因此免受战乱和过度开采 成为了风光秀丽的人间仙境 山中保留了45万亩的原始森林 位于国家一级保护树种的千年红豆山群 郁郁葱葱 数量多达上万棵 直径四五十公分的大圆木也比比皆是 七星湖和九仙湖等平湖环抱高山 夜间的月光洒下 点点星光在湖面上斑驳闪烁 让人如同置身于仙境,而除了大自然的馈赠外 因为历史原因,同伯山也成为了起义军的圣地 此外,境内的白花岩是江南地区的佛教圣地 北宋抗金名将张书业的顾礼也在此山中 至今这里仍存有宋高宗宋宁宗的玉笔题词 而在近代解封后 高阳村境内的红军岩 又成为了见证战争历史 纪念革命先烈的文化圣地 因此,同伯山除了疑人景色之外 还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地域 所以没过多久,这里就被开发成了旅游景区 同伯山也蜕变为全国丹霞面积最大的森林公园 在清朝封山之前,诗人徐兆伦曾有幸登临山巅 留下乌澳东南第一峰半开灵境白云中的名具 因此,今时今日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的同伯山 也因此获得了东南第一峰的美誉 并在2002年被评为国家森林公园 4年后,这处广受游客喜爱的人间圣境 又被评为4A级风景名胜区 历史上的同伯山是无辜的 因为受到历朝历代的义军的牵连 就被朝廷冤枉,封尽了上千年之久 然而,正是这段曲折的经历,让他在无意间演变 成为了一个纯自然发展的世外先进 维巾之计,最重要的并非是开发同伯山的潜能 而是保护他原本的景色,不受破坏 我是杨唐主,关注我,期期都精彩